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很久没有和大家介绍过宵夜了 这间店铺开业差不多两年 附近的街坊不少都留下很多脚毛 为什么呢? 要留着一个人的心才要留着他的胃 这间店铺的食物非常好吃 不信吗? 立刻和大家去试试它的夜足 这间店铺开业差不多两年 为什么可以每晚都坐无虚直 无他的 我总结了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菜式多元化 粥粉、面、饭、小炒 各样都有 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是这里的开店时间非常长 你知道我们澳门很多人都要轮班工作 有些人放夜晚11点 有些人放两三点 那去哪里找食物呢? 来到这里就适合了 尤其是一些长期翻野的朋友 翻野多,自自然而就会热气上火 那就要找碗靓粥吃了 这里的靓粥就一定适合大家 分别有一个圣子水蟹粥 还有我左手边的侧鱼加鱼圆粥 先跟大家谈谈这个水蟹粥 或者水蟹粥在澳门来计算 真是已经相当的 来到这里的朋友 又或者过来玩两手的朋友 无论赢少许或输少许也好 一定要找一碗水蟹粥来吃 那我就要求这一碗粥给大家 其实大家看到的时候 看到这一碗粥 黄黄黄黄黄的? 是否落后些什么? 其实这些才叫真材实料 有时候出去吃一碗水蟹粥 全白了 那你就知道 很可能水蟹和粥 分开或差不多点了 才放上桌 而看到黄黄的色 因为蟹有点高在这里 一做就会变少许色 再加上福建的姓子 那自然的粥就会非常香甜 好了 另外这一个粥 则鱼肉圆粥 则鱼粥就是取其鲜味 而且刚刚吃了这么久 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推介这里的粥给大家 因为这里的粥 因为它的粥底是用了两个米 煮出来的 它是用了新米和旧米 所以你吃下去 总是好像不同味道 就算一样这么绵 总是有些优性的地方 好了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肉丸 它的肉味很浓 而且当然我们做美食节目的 可以进去厨房看的 看到它们是一盆手打地做出来的 所以真的很新鲜 这个带纸产品 入口 你用一点点力 带纸已经开始烂在 即不是融 是刚刚好 好像一叠花 一咬到中间 慢慢地涨放在里面 而且它的醬油是非常好 它又不会说是很咸 而且它有很重的酒味 是不会 因为可能自己煮的时候 它会调味道 还有我自己觉得它的醬油 是比我们平时的 吃下去的 是淡一点点的 平时加太多的话 会很咸 这种加多一点都没问题 是很适合宵夜的人去吃的 所以我觉得这间店 在考虑味道 送菜 以及调味料方面 都是一个全盘考虑的 好了 那跟大家吃完粥 和腸粉之后 还有几样东西 推荐给大家 刚刚选菜的时候 很想为大家介绍几个煲 譬如说这里有羊腩煲 和芝补鸡煲 不过想想想想 既然这几样菜式 都已经卖到街之汉文了 我们来做饮食节目的 当然要介绍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对了 很多人来都会喝啤酒 所以就选了一个 椒盐丝头鱼给大家 其实丝头鱼 不知为何近几年 价钱好像我们澳门的楼价 鼻鼻声飙高 以前买几元一斤 现在买几十元 分分钟还不是买到漂亮的 这个我自己觉得 比外面的店铺有诚意 在于哪里 他选丝头鱼的时候 就好像以这份为例 其实我们拍摄的时候 都看到师傅 在他的材料当中 不是选择出来的 是在他现有当中 是随便汁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他在这里 哇 条条 大小都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在炸的时候 又或者炒的时候 如果你的鱼的大小有差别的话 等于你的熟和生的程度 都会不一样 而你大小差不多的话 就是你煮几分钟 这些熟的程度 都是差不多的 好 说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当然要吃它 哇 什么叫吃鱼不咬骨 就是这些 它的椒盐是脆得 你是尸头鱼的骨 和尾巴 它可以整条吃 其实我问过师傅 搞这个尸头鱼 很难搞的 你的鱼肉 大家吃过尸头鱼都知道 很容易脱出 有什么技巧 那它就聰明了两招 比我们的 第一个步法 就是当你煮这个尸头鱼的时候 你一定要抹干净水 把水印得干干净 第二个 就是要控制油温 才不会太焦 或者是外面熟了 里面还是生的 控制油温是最重要的 第三 就是将它和椒盐 混合一起炒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死力 不断地转它 肉就会会坏 要用阴灵 你觉得当它是女朋友 小小力呵护它 然后再慢慢用小小力去触碰它 这些又要用力 刺刺而言 就炒出漂亮的椒盐豉头鱼了 一个菜 这么高技巧 真的没有骨 整条鱼 鱼头鱼尾骨 什么都吃完 那就知道是很棒的 对吧 好 然后中间这个 也是这里 非常有名气的 这个叫做清湯崩沙腩 其实我都问过了 其实崩沙腩很多地方都很出名 为什么要做这个 或者是什么特色呢 它的特色就在于 一来 那些肉翻过得漂亮 第二个就是 原来它的汤底 是在前一晚的凌晨 就开始咬了 咬到收工 接着就放冷 第二天有盖点的时候 就立刻做给客人 你想想 只是这个骨的汤底 都要是前一晚熬定 是货金日用的 诚意就在 而且它选择的位置 就是很腰腩 你吃下去 有少少觉得 是不是筋来的呢 又不是 是不是腩来的呢 你吃下去 哇 还有有少少肥肉 又肥不漏 是用爽的来形容 而且你吃到牙里 是很有炸头 好了 接着呢 就为了要照顾一些 一定要吃饭的朋友 为什么呢 我认为一个朋友 他去外国十几天 都一定要吃饭 去到外国一定要吃饭 那这里的饭 我真的没笑过 这个饭就叫做 黄金蛋炒饭 叫黄金蛋炒饭 就一定是粒粒都很均匀 其实炒饭 真的没什么好说 味道 我觉得是清淡一点的 而且最重要 就是看它的外表 一个好的炒饭 就一定不能削 而且粒粒都要很均匀 而且呢 就是很分明的 这些就叫做漂亮的炒饭 虽然说 一个炒饭 卖不起价 卖来不去 而且很容易饱肚 一饱肚 就吃不到其他菜 但是你看到 就是一个炒饭 这么简单的菜式 这间店都愿意 用人力 物力 甚至乎 把它炒得这么出色 就知道对食物的执着是怎样了 这间店 大家记住 来之前 最好就是提早订位 你就会吃到好东西了 而且 记得 如果在这里 吃完饭 或者喝多两杯的话 千万不要开车 因为这里有很多美食 有时候 吃多一点 喝多几杯的话 真的不想走